不转弯抹角,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鉴于这种特殊的形式,主任吃了一惊。 怎么说,你也失明了? 完全失明了。 不过,还可能是巧合,可能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染。 我同意,还没有证实确有传染,但现在的情况不是我和他分别在自己家里失明, 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面,他失明了,来到我的诊所,我几个小时以后也失明了。 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那个人呢? 诊所里有他的姓名和地址。 我立即派人去。 派一位医生? 对,一位同事,当然。 您不觉得我们应当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向卫生部报告吗? 我觉得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你想想,这个消息会在公众中造成多么大的恐慌啊? 我见鬼,失明症是不传染的呀。 死亡也不传染,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死。 好吧,你先留在家里,这事由我来处理,之后我派人去接你,我想为你检查一下。 不要忘记,我是为一个失明症患者做了检查而得了失明症的。 还不能肯定啊。 可以肯定的主任,至少是相当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设想啊。 不错,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两个孤立的病例在统计学上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现在患者人数已经多于两个呢? 你的精神状态我理解,但是我们不应当被事后可能证明为毫无根据的悲观情绪所左右。 好,谢谢主任。 我会再和你谈谈。 再见。 啊,再见。 半个小时以后,医生刚刚在妻子的帮助下笨拙地刮完脸。 电话铃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但现在他的声音变了。 我们这儿有个小男孩,也是突然失明,说眼前一片白色。 他母亲说昨天带儿子到你的诊所去过。 哦,我猜那个男孩左眼斜视。 对。 毫无疑问,就是他。 我现在开始担心,情况确实严重。 那卫生部呢? 对,当然,我立刻与医院领导谈话。 三个多小时以后,医生和妻子正在默默不语地吃着午饭。 医生用餐插摸索着被妻子切成小块的肉。 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 妻子走过去接,马上又回来了。 得你去接,卫生部打来的。 妻子扶着他站起身,把他领到书房,把话筒递到他手里。 交谈时间很短,卫生部想知道头一天到他的诊所看过病的患者都是哪些人。 医生回答说,病例上有那些人的姓名、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住址等全部资料。 最后,他还表示愿意陪同有关人员去取病例。 对方的回答非常刺耳。 我们不需要。 接着,对方换了人,电话里的声音变了。 下午好啊。 这是部长在说话。 最后这几个字的口气表面听起来很客气,但显然是在下达命令,不容质疑。 医生只好回答说,好,部长先生。 可是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 几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 他说话的声音有些紧张,结结巴巴。 我刚刚知道,警察得到消息,有两个人突然失明。 是警察失明吗? 不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警察在街上遇到那个男人的时候,他正在大喊着他瞎了。 女人是在一家酒店失明的,好像与床上的风流室有关。 那应该了解一下,他们是不是也是我的病人,您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警察没有告诉我。 卫生部已经跟我谈过了,他们要去我的诊所取病例。 情况真复杂。 谁说不是呢? 好吧,那就这样,再见。 医生放下电话,举起手捂住眼睛,仿佛想保护他们不受更厉害的疾病侵袭。 最后,他瘟声瘟气地叹息了一声。 唉,我真累啊。 睡一会儿吧,我带你到床上去。 没有用,我睡不着。 再说,今天还没有结束,一定还会出事。 快到六点钟的时候,电话铃最后一次响了。 医生正坐在旁边,他拿起话筒,喂,是我。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说话,直到挂断电话时才轻轻点了点头。 妻子问道,是谁啊? 卫生部,半小时之内,有辆救护车来接我。 你已经料到,会这样吧? 对,大概如此。 那他们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 不知道,估计是医院吧。 那,我去给你准备箱子,挑出要带的衣服和内衣。 这不是去旅行,我们还不知道去干什么。 妻子小心地把他扶到卧室,让他坐在床上。 你安静一会儿,其他事情我来做。 他能听见妻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声音, 打开又关上抽屉和衣柜的声音, 拿出衣服叠好,装进放在地板上的箱子里的声音。 但他看不见,除了他的衣服, 妻子还往箱子里装了几条裙子和几件女士衬衫, 两条裤子,一件连衣裙和一双女鞋。 医生曾模模糊糊地想到, 用不着带这么多东西。 但他没有说什么, 因为现在不是谈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时候。 传来锁箱子的声音, 随后妻子说, 准备好了,救护车该来了。 他把箱子搬到靠近楼梯的门口, 丈夫要帮忙, 让我来帮你搬吧, 这事我还做得了, 还没有残废到那种程度。 但是妻子不让他动手, 之后, 两个人就坐到沙发上等着, 他们手拉着手, 医生说道, 不知道我们要分开多长时间。 妻子回答说, 你不用担心。 等了近一个小时, 门铃响了, 妻子站起来去开门, 但楼道里, 一个人也没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诗名正漫记》 演播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九集 等了近一个小时, 门铃响了, 妻子站起来去开门, 但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又去接楼内对奖金, 很好, 他马上下去。 接着, 他转身对丈夫说, 他们在楼下等着, 得到明确命令不准上楼。 看样子, 卫生部真的是害怕了, 走吧。 两个人乘电梯下去以后, 妻子帮助丈夫走下最后几级台阶, 把他扶上救护车, 又回到台阶上把箱子取来, 独自搬上救护车, 往里边推了推, 最后自己也上了车, 坐在丈夫旁边。 坐在驾驶座上的救护车司机表示不满, 我只能把他带走, 这是命令, 请太太下车。 妻子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把我也带走吧, 我刚刚失明了。 这个建议是由卫生部部长本人提出的, 虽说他并非无可挑剔, 但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个好主意, 既考虑到了单纯的卫生问题, 也考虑到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 在没有弄清楚原因之前, 或者更恰当地说, 在没有弄清白色眼疾的病理学原理之前, 多亏一位助手以其丰富的想象力 用白色眼疾的说法代替了难听的失明症。 在找到处理和治疗方法之前, 但愿有一种疫苗能防止这种病例继续出现。 在这之前, 把所有失明者, 包括与其有肉体接触或直接联系的人, 通通收容起来并加以隔离, 以防进一步传染。 而传染一旦出现, 病例就会成倍增加, 类似于数学上常说的, 按几何级数递增。 卫生部部长最后用一句拉丁语做了总结, 意思是证明完毕。 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话来说, 就是对那些人强制执行隔离检疫。 这是从霍乱和黄热病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做法, 即感染者或者感染者的船只必须远离海岸四十天, 以观后效。 以观后效? 这是部长的原话, 听起来用意深刻, 其实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托词而故弄玄虚。 后来他更准确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 他的意思是说, 既可以是四十天, 也可以是四十个星期或者四十个月甚或四十年, 重要的是那些人不得从隔离区离开。 为此是专门任命的后勤及安保委员会主席说道, 部长先生, 现在该决定把他们关在什么地方了? 这个委员会负责运输和隔离那些患者, 并为他们提供给养。 眼下, 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供选择? 部长问道, 有一所精神病院空着, 正好派上用场, 有几座军事设施因为最近的军队整编而弃之不用, 还有一个工业品市场已经提前竣工, 还有一个不知什么原因正处于破产清算的超市。 那你的意见呢? 这之中哪一个更符合我们的需要? 就安全性而言, 兵营条件最好。 那当然了。 但有一点不合适, 就是军营太大, 看管关进去的人既困难又费钱。 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至于超市, 可能会出现种种法律方面的障碍, 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需要考虑。 那么工业品市场呢? 部长先生, 至于这个市场, 我认为最好不予考虑。 为什么? 因为工业界肯定会不高兴, 他们在那里的投资数以百万计。 这么说, 就只有精神病院了? 对, 部长先生, 精神病院。 那么就定在精神病院吧。 好的, 部长先生, 另外从各方面看, 精神病院的条件最好, 除了四周有围墙, 围得水泄不通之外, 还有一个有利之处, 就是它有两排房子组成, 一排供真正的失明者居住, 另一排可以住疑似感染者。 两排房子中间有块地方, 姑且称为无人地带, 那些被看管期间失明的人, 可以穿过无人地带, 和已经失明的人住在一起。 我看这里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部长先生? 那样的话, 我们必须派人指挥他们转移, 而我想, 我们难以找到志愿者去做这种事情。 部长先生, 我想没有这个必要。 你说说看, 如果一个疑似感染者失明了, 当然, 这迟早会发生, 那么请部长先生相信, 其他人, 就是那些还能看得见的人, 马上就会把他赶出去的。 嗯, 说得对。 同样, 如果已经失明的人想换地方, 他们也绝不会让他进去。 说得好。 谢谢部长先生, 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吗? 好, 你可以放手去干了。 委员会立即全速高效地运作起来。 天黑之前, 他们已经找到了已知的全部失明者, 还有一些疑似感染者, 至少是在这次特别对失明者所在家庭和行业 进行跟踪调查的闪电行动中, 确定并找到的疑似感染者。 首先被送到闲置的精神病院的是医生和他的妻子。 精神病院由士兵守卫, 大门开了一条缝, 放他们进去之后立即关上。 从院子的大门到房子的正门, 拉上了一条粗绳子作为扶手。 你们往右边走走, 那里有一条绳子, 用手扶着绳子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到台阶, 台阶共六级。 一位士兵告诉他们, 进了建筑屋内之后, 绳子一分为二, 一鼓往左, 另一鼓往右, 军士大声地喊着, 注意, 你们在右边。 医生的妻子一面拖着箱子, 一面领着丈夫朝离门口最近的那间集体宿舍走去。 这间屋子很长, 像古代的病房一样, 里边放着两排床。 床本来上了一层灰色油漆, 但早已开始剥落。 被子床单和毯子也是灰色的, 妻子把丈夫领到宿舍最里边的一张床上坐下, 对她说, 你不要离开, 我出去看一看。 还有几间宿舍, 又窄又长的走廊, 大概是原来医生们用的一些办公室, 一间劣等饭食的气味尚未散尽的厨房, 一个摆放着新面桌子的大食堂。 另外还有三个单人间, 离地两米高的墙面, 从下级上塞了一层棉絮, 再往上直到屋顶, 定上了一层软木板, 房子后面有一道废弃的围栅。 围栅旁边的树木早已无人照料, 树干的皮仿佛被人剥掉了, 到处垃圾狼藉。 医生的妻子回到宿舍里, 看到一个半场着的衣柜中, 有几件精神病患者穿的居树衣, 她来到丈夫身边。 你能想象, 他们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吗? 我想象不出来。 妻子刚要说这是一座精神病院, 丈夫却先开口了。 你没有失明, 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 对, 你说得对, 我没有失明, 我要请求他们把你送回家, 告诉他们你欺骗了他们, 为了和我在一起而欺骗了他们。 没有用的, 他们听不见你说话, 即便听到了也不会理你。 可是你看得见啊。 暂时看得见, 但你完全可以相信, 说不定哪一天, 我也会失明, 也许在一分钟之内吧。 你走吧, 求求你了, 你不要再固执己见了。 再说, 士兵们也不会让我迈下台阶一步, 我不能强迫你。 是啊, 亲爱的, 不能强迫我, 我留下来帮助你, 帮助以后进来的其他人。 可是你不能告诉他们我看得见。 其他人? 什么其他人? 你不会认为只有我们是这样吧? 这简直太疯狂了。 大概是吧, 我们这不是在精神病院吗? 其他失明者是一起到的。 他们是在各自的家里, 一个接一个地被抓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十集 其他失明者是一起到的, 他们在各自的家里 一个接一个地被抓, 头一个是丢了汽车的人, 随后是偷汽车的人, 还有戴墨镜的姑娘。 斜眼男孩有所不同, 母亲带她去医院, 她是从医院被带走的。 母亲没有和她一起来, 因为那个女人不像医生的妻子那样机灵, 没有失明也说自己瞎了。 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不会说谎, 即便谎话对自己有利。 她们跌跌撞撞地走进宿舍, 这里没有绳子可扶, 手便在空中摸索着, 她们必须以痛苦为代价来学会生活。 小男孩一边哭一边喊妈妈, 戴墨镜的姑娘在安慰她, 你妈妈很快就来, 很快就来。 因为戴着墨镜, 那姑娘可能失明了, 也可能没有。 其他人的眼睛东张西望, 但什么也看不见, 而姑娘戴着那副墨镜, 嘴里还说着很快就来, 很快就来, 仿佛她真的看见 那个失魂落魄的母亲 正从门外走进来。 医生的妻子把嘴凑到丈夫耳边 小声说, 进来了四个人, 一个女人, 两个男人, 还有一个小男孩。 那两个男人长什么样子? 医生低声问道, 妻子把他们描绘了一番, 医生说, 这个我不认识, 另一个吗? 根据你说的长相, 完全像到诊所去过的失明者。 那个小男孩是个邪眼, 那个女人戴着墨镜, 好像长得还算漂亮。 哦, 这两个都去过诊所。 因为各自都在忙着寻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 盲人们没有听见医生夫妇的谈话, 大概以为除了他们, 便没有别人。 再说刚刚失明不久, 听觉还没有灵敏到超过正常人的程度。 最后, 好像谁都不肯舍弃一个有把握的地方, 而另找一个心里没有底的地方, 于是都坐到自己撞到的床上。 结果两个男人挨得很近, 但他们并不知道。 姑娘还在小声安慰男孩, 不要哭, 你会看到的, 妈妈不会耽搁太久的。 随后是一阵寂静。 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话了, 声音很大, 在宿舍最外边的大门旁也能听到, 我们这里是两个人, 你们呢, 几个人? 忽然冒出的喊声把刚到的人们吓了一跳, 但是两个男人都没有吱声, 那个姑娘答话了。 我想, 我们一共是四个, 这里有我和这个小男孩。 还有谁? 其他人为什么不说话呀? 医生的妻子问道, 我, 我在这儿。 一个男人嘟嘟囔囔的声音, 好像费了很大劲才说出口, 还有我? 又是一个男生, 满心不快的样子。 医生的妻子心里暗响, 看样子他们似乎害怕互相认识。 他看到此时, 这两个男人眉头紧皱, 精神紧张, 伸长了脖子, 好像在闻什么气味。 但奇怪的是, 他们的表情相似, 威胁中都带有恐惧, 只是一个人的恐惧和另一个人的不同, 威胁的神色也各异。 他们之间, 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医生的妻子想着。 这时传来一个响亮而生硬的声音, 听口气, 出自冠于发号施令的人之口, 原来声音来自他们进屋时经过的门上的一个扩音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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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一连重复了三遍, 然后开始讲话。 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力, 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 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 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 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 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 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 为了防止传染蔓延, 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 与政府配合。 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 与患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 虽然分开来住, 但距离很近, 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做出的。 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 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 同样担负起应付的责任, 抛弃一切个人考虑。 你们要认识到, 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 现在, 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 第一, 电灯会一直开着, 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 开关不起任何作用。 第二, 在事先未或允许的情况下, 离开所在的大楼, 意味着会被立即击毙。 第三, 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 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 第四, 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 第五, 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 这一项只是建议, 不是命令。 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 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 第六, 每天三次, 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 放在门的左右两边, 分别给患者和感染者。 第七, 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 除剩饭之外。 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 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 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 第八, 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炸旁边进行。 第九, 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 由住宿者自行承担。 第十, 若发生火灾, 无论是偶然起火, 还是有人故意纵火, 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 第十一, 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 住宿者不应指望任何外界介入。 第十二, 若有人死亡, 不论死因为何, 均由住宿者在围炸旁掩埋尸体, 不举行任何仪式。 第十三, 患者们所住房子与感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 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 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 第十四, 感染者一旦失明, 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 第十五, 本通告, 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 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 政府和全体国民, 都希望你们履行自己的义务。 晚安。 刚刚安静下来, 就听到小男孩那清脆的声音, 我要妈妈。 但这句话说得毫无感情, 活像一台自动复读机, 一句话说了一半后停止运转, 现在剩下的又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 医生说道, 我们刚才听的命令, 说得清楚明白, 我们被隔离了, 可能谁也不曾遇到过这样严格的隔离, 在发现治疗这种病的药物之前, 我们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 戴墨镜的姑娘突然说, 我熟悉你的声音, 我是医生, 眼科医生, 昨天我让你看过病, 听得出是你的声音。 对, 您呢? 您是谁? 我得了截膜炎, 估计还没有好, 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双目失明, 截膜炎就无关紧要了。 那和您在一起的小男孩是谁? 不是我的儿子, 我没有孩子。 昨天, 我为一个邪室的小男孩做过检查, 是你吗? 是我, 医生。 小男孩回答的口气显得很不高兴, 人们都不喜欢别人提及自己的生理缺陷, 他完全有理由不高兴,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生理缺陷一旦被提及, 立即由难以察觉变得显而易见。 医生继续问道, 还有我认识的人吗? 昨天由妻子陪着到我诊所的那个人在这里吗? 他是在汽车里突然失明的? 啊, 是我。 第一个失明的人回答说, 呃, 还有一个人呢, 请说一说您是谁, 既然他们迫使我们一起生活, 并且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我们必须互相认识, 偷车贼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声音。 对, 对, 他以为这样表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就能过关, 但医生不肯放过, 这个人的声音我不熟悉, 您不是那位上了年纪的白内障患者吧? 呃, 医生先生, 不是, 不是, 我不是他。 那您是怎么失明的? 呃, 在街上。 请说详细一点。 呃, 没什么可说的, 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瞎了。 医生正要问他的失明症是否也是白色, 但没有说出口, 何必呢? 问了也没有用, 不论他如何回答, 是白色失明还是黑色失明, 反正谁也出不去。 医生抬起手, 颤抖着伸向妻子, 伸到一半碰到了妻子的手, 妻子吻了吻他的脸颊, 没有别人能看到他那憔悴的前额, 那紧闭的嘴, 没有别人能看到那双死亡的眼睛, 像玻璃球一样, 好像能看见, 却又看不见, 着实吓人。 医生的妻子想, 也会轮到我的, 也许就在此刻, 这句话没说完就失明了, 随时都可能像他们一样, 也许醒来就失明了, 也许睡觉的时候刚合上眼睛就失明了, 还以为只不过是睡着了呢? 医生的妻子, 开始偷偷地打量这四个失明的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失明正漫迹, 演播王明军由独客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十一集, 第十一集, 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小声地和男孩谈着话, 第一个失明者和偷车贼在另外一排, 相距很近, 只隔着一张空床, 并且面对面坐着, 但彼此并不知道。 医生说道, 我们都听到了刚才下达的命令, 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清楚, 就是不会有任何人来帮助我们。 所以, 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组织起来, 因为过不了多久, 这个宿舍就会住满人, 我是说这个宿舍和其他宿舍。 戴墨镜的姑娘问道, 医生, 您怎么知道还有别的宿舍呢? 医生的妻子连忙说道, 啊, 进这个宿舍以前我们转了转, 这间离大门最近。 医生的妻子一边说, 还一边捏了捏丈夫的胳膊, 让他说话时小心一些。 于是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那最好, 由医生先生担任负责人了, 毕竟您是位医生啊。 一个既没有眼睛, 有没有药的医生顶什么用呢? 但是, 您有权威啊。 医生的妻子笑了, 如果大家同意, 我觉得你当然应该同意。 我倒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 为什么? 眼下我们共六个人, 但是明天人数会更多, 每天都会有人住进来。 我敢肯定, 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 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权威的。 还有就算他们服从, 我以什么回报他们呢? 况且他们还不一定承认什么权威或者是规矩。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医生, 要是像你这么说, 在这里生活下去会很困难的。 如果仅仅是困难, 那我们就太幸运了。 戴墨镜的姑娘想了想, 终于说道, 我是出于好意, 不过医生先生说的也确实有道理, 那我们每个人, 就自己照顾自己吧。 要么是受了这些话的刺激, 要么是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其中一个男人猛地站起来, 我们的不幸全怪这个家伙, 要是我的眼睛看得见, 现在我就让他完蛋。 他大声吼着, 用手指着他认为那个人所在的方向。 他指的方向并没有偏多少, 但这个戏剧性的动作产生了喜剧性的效果, 因为他气势汹汹, 用手指着的是一个无辜的床头柜。 医生说道, 请你冷静一些, 在一场瘟疫中, 不会有肇事者, 我们都是受害者。 要是我的心眼不那么好, 要是我没有送他回家, 我这双宝贵的眼睛还好着呢。 医生问道, 您是谁? 但这个控诉者没有回答, 好像为刚才说的话而感到后悔, 这时人们听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错, 您是把我送回家了, 但是后来您利用我当时的处境, 偷了我的汽车, 胡说, 我什么也没有偷。 偷了先生, 您偷了, 就算是有人偷了您的汽车, 那也不是我, 我好心帮您, 得到的报答却是瞎了眼睛。 再说, 您说我偷您的车有什么证据啊, 我倒想看看。 医生的妻子说道, 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汽车在外边, 我们在这里面, 你们还是和解为好。 别忘了, 我们还要在这里一起生活呢。 第一个失明者大声说道, 我知道有人不会跟他一起生活, 先生们, 你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 反正我要到别的宿舍去, 我不会跟这个混账东西住在一起的。 他竟然偷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的汽车, 还抱怨说因为我他才瞎了, 瞎了, 活该, 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公里。 他一边说, 一边用一只手抓起箱子, 为了不被绊倒, 他拖着两只脚在地上挪布, 空着的那只手扶着床, 来到了两排床中间的家道。 那些宿舍在什么地方? 他大声地问着, 不过即使有人回答, 他也不会听见了, 因为有一个人连胳膊带腿一起扑到他的身上, 原来是偷车贼, 偷车贼说到做到, 来报复让他患上病的人了。 一会儿这个人在上面, 一会儿那个人在上面, 两个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滚来滚去, 不时撞在床腿上。 就在这个时候, 邪言小男孩吓得又哭起来, 不停地喊妈妈, 医生的妻子抓住丈夫的胳膊, 他知道自己一个人制止不了这场斗殴, 就拉着丈夫沿着家道走到两位愤怒的斗士喘着粗气较量的地方。 他拉着丈夫的手, 让丈夫拽住其中一个, 自己拽住看起来更容易制服的另一个, 费了好大的劲, 总算把他们分开了。 医生训斥他们, 你们两个太愚蠢了, 如果你们想把这里变成地狱, 那么就继续打架就好了。 但我要提醒你们, 我们要完全靠自己, 指望外面来救休想。 刚才的广播你们也听到了, 第一个失明者带着哭腔, 他挨得打比对手多。 他, 他偷了我的汽车。 医生的妻子说道, 算了, 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反正您的汽车被偷的时候, 您也不能用它呀。 是这样, 但汽车是我的, 让那个贼偷走了, 我不知道他弄到哪里去了。 医生说道, 最大的可能, 最大的可能是, 您的汽车在这个人失明的地方。 偷车贼说道, 医生先生倒是挺精明啊, 对, 您说的对。 第一个失明的人动了一下, 好像要从按住他的手中挣脱出来, 但没有太用力, 似乎他已经明白, 愤怒, 即便是合情合理的愤怒, 也不能让汽车失而复得, 汽车也不能让他的眼睛忙而复明。 但是偷车贼威胁说, 如果你以为以后没事了, 那你就完全错了。 不错, 我偷了你的汽车, 汽车是我偷的, 可是你呢, 你偷了我的眼睛, 你让我瞎了, 想想看, 我们两个人当中, 谁更称得上是贼? 医生不满地说道, 好了, 算了, 我们这里的人都失明了, 谁也不要再抱怨, 谁也不要再指责别人。 哼, 我对别人的不幸不感兴趣。 偷车贼轻蔑地说道, 医生对第一个失明者说, 如果您想搬到其他房间, 我妻子可以领您去, 她识别方向的能力比我强。 我改变主意了, 我愿意留在这个宿舍。 偷车贼讥讽着说道, 哼, 这孩子害怕独自一个人待在什么地方啊, 可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妖怪, 好了, 你住口吧。 医生忍不住喊道, 偷车贼哼哼唧唧地说道, 哼, 你这个小医生, 你该知道, 在这里我们人人平等, 你不能给我下命令, 我不是给您下命令, 而是告诉你, 让那个人安生安生。 行, 好吧, 可以, 可是你也小心点, 要是给我找麻烦, 我可不是好惹的, 对朋友我比谁都好, 对仇人, 很少有人比得上我。 偷车贼说着, 做了一个要和人拼命的手势, 然后他找到刚才坐的床, 把箱子推到床下边, 然后大声说道, 我要睡觉了。 那口气好像是在通知大家, 转过脸去我要脱衣服。 戴墨镜的姑娘对小男孩说道, 你也上床去吧, 在这边, 如果晚上有什么需要就叫我。 小男孩忽然说道, 我想撒尿。 听小男孩这么一说, 所有人都突然急不可耐地想撒尿。 虽然心中使用的词各不相同, 但都在想, 现在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啊? 第一个失明者在床下面摸了摸, 看那里边有没有变盆, 不过同时又希望没有, 因为当着其他人的面撒尿 会感到难为情的。 当然, 他们看不见, 但撒尿的声音毕竟难以遮掩, 男人们还稍好一点可以耍个手腕, 不让女人们听见, 在这方面男人们是幸运的。 偷车贼已经坐在床上, 这时他说话了, 他妈的, 在这房子里往哪儿撒尿啊? 戴墨镜的姑娘表示不满, 你嘴巴放干净点, 这里有孩子呢。 可是, 亲爱的姑娘, 那你就找个地方吧, 不然那孩子迟早要尿在裤裆里了。 医生的妻子忽然说, 也许, 我能找到厕所, 我记得好像闻过气味。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那我跟您一起去, 说着她已经拉住了小男孩的手。 医生说道, 我看最好还是大家一起去, 那样我们需要的时候就认识路了。 偷车贼心中暗想, 我知道你为什么出这个主意, 但是他没敢说出口, 你不愿意让你的女人在我每次有需要的时候领着我去撒尿,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这一想法背后未能言明的东西, 竟然是偷车贼, 那玩意儿稍稍有了一些勃起, 这倒让他吃了一惊, 看来瞎子的性欲并不一定会丧失或者是降低。 他心中暗想, 哎呀, 这还好啊, 总算没有把一切全部都丢光, 在众多死伤当中, 还有一样东西幸免于难。 他不再听别人谈些什么, 自己胡思乱想起来, 但是大家没有给他多少时间, 因为医生说话了, 我们排成一队吧, 我妻子在前面, 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面的人肩上, 这样我们不会有走散的危险。 第一个失明的人说道, 我可不愿意跟那个人走在一起, 他显然是指那个偷了他汽车的人, 不是因为互相寻找, 就是因为互相躲避, 他们挤在狭窄的过道里, 难以动弹, 况且医生的妻子也要像盲人一样行动, 队伍终于排好了。 医生的妻子后面是戴墨镜头。 他拉着鞋眼小男孩, 在后面是穿裤衩背心的偷车贼, 接着是医生, 还在最后的是第一个失明者, 这次他可以免遭对手殴打了。 队伍前进得非常慢, 好像每个人都不相信领路人, 抬起空着的那只手在空中胡乱摸索, 仿佛在寻找路上什么坚固的支撑物, 比如墙壁或门框。 跟在戴墨镜的姑娘后边, 偷车贼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 又想起了刚才的勃起, 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两只手, 一只摸着那姑娘的后脑勺, 另一只静止往前, 毫不客气地摸起他的乳房来。 姑娘晃动身子, 想摆脱对方放肆的动作, 但偷车贼紧紧搂住了他。 这时, 姑娘抬起一条腿用力往后一踹, 尖尖地斜后跟像一把匕首一样 刺进偷车贼光着的粗大腿里, 他大吃一惊, 疼得发出一声嚎叫。 医生的妻子回头问, 出了什么事啊? 戴墨镜的姑娘回答说, 是我办了一下, 好像碰到了我后边的人, 偷车贼手指上站着鲜血, 一边呻吟一边咒骂, 想表明这次攻击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啊, 我被扎伤了, 这个臭女人, 不看看她的脚踩在什么地方。 戴墨镜的姑娘也不示弱, 马上回敬说, 你呢? 你不看看你把手放在什么地方? 医生的妻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先是微微一笑, 但马上看到那可怜的家伙伤得很厉害, 鲜血顺着腿往下流。 这里没有双氧水, 没有点酒, 没有止血剂, 也没有绷带和消毒剂, 什么也没有。 队伍已经散了, 医生问道, 你伤在什么地方? 这里, 这里究竟在什么地方? 腿上, 你没看见吗? 那个臭女人把鞋跟扎进我腿里了。 我办了一下, 我没有过错。 戴墨镜的姑娘又说了一遍, 但马上又怒气冲冲地说, 这个混账东西摸我, 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医生的妻子赶紧劝解, 现在要紧的是清洗伤口包扎一下, 偷车贼问道, 可哪里有水啊? 厨房里, 厨房里有水, 不过用不着大家都去, 我丈夫和我带这位先生去, 其他人在这里等着, 不会耽搁很长时间。 小男孩说道, 我想撒尿, 忍一会儿, 我们马上就回来。 医生的妻子知道, 应当先往右拐, 再往左拐, 然后沿一条有一个直拐角的长廊往前, 走到尽头就是厨房。 几分钟之后他发现走错了, 于是停下来又往回走。 叹了一声, 啊, 我想起来了, 从那里可以直接走到厨房,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伤口在不住地流血呢。 一开始流出的水很脏, 必须等水干净了才行。 水是温的, 有股臭味, 仿佛在水管里腐烂。 不过用这样的水一洗, 偷车贼还是立刻如是重负般叹了口气。 伤口看上去有些吓人, 医生的妻子问道, 现在怎么办啊, 怎样才能把腿包扎起来呢? 在一张桌子下倒是有几块破布, 大概曾用来当抹布, 用这么肮脏的布包扎伤口太不慎重了, 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 他装作摸索的样子, 偷车贼伤心地说道, 可是医生先生, 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 血不停地流, 劳驾了, 帮帮我吧, 请原谅我没教养, 刚才对您那样。 医生说道, 我们这不是正在帮助你吗? 正在想办法。 过了一会儿, 医生又说, 没有别的办法, 把背心拖起来。 偷车贼嘟嘟囊囊地说, 那这样我不就没有背心了吗? 不过他还是拖了下来, 医生的妻子很快将背心撕开, 把他的大腿紧紧地包扎起来, 并且用背心上面的肩带草草打了一个结。 这不是一个盲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 但是医生的妻子不想为此再浪费时间, 洋装瞎子已经让他浪费了不少时间了。 偷车贼好像也发现这其中有什么不正常之处, 按照常理, 本应该由医生, 虽然只是一个眼科医生, 来为他包扎伤口, 不过伤口得到处置而感到的安慰, 远远胜过了心中的怀疑, 况且那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闪念。 他一瘸一拐地跟他们回到原处, 其他人还在那里等着, 医生的妻子立即看到, 那个斜眼的小男孩忍不住尿在裤子里了。 第一个失明者和戴墨镜的姑娘都没有察觉, 小男孩的脚下有一滩尿, 他的裤脚还在往下滴水。 但是医生的妻子若无其事地说道, 现在我们去找厕所吧。 盲人们都伸出胳膊在面前晃动, 互相寻找, 只有戴墨镜的姑娘立即宣布, 他不想再排那个摸过他的无耻的男人前面了。 队伍终于又排好了, 偷车贼和第一个失明者交换位置, 医生在他们两人中间。 偷车贼拖着伤腿觉得更厉害了, 临时止血带妨碍他走路, 伤口疼痛难忍, 好像心脏搬了家, 搬到了被鞋根扎到的那个窟窿深处。 戴墨镜的姑娘又拉住了小男孩的手, 但小男孩尽量往一边躲, 唯恐有人发现他干的事。 因为这时医生使劲吸了吸气, 说道, 这里有股尿味, 妻子觉得应当证实丈夫的印象, 就说道, 对啊, 真的有股子气味。 他既不能说这气味来自厕所, 因为离厕所还很远, 而又必须装得像盲人一样, 不能挑明这尿味歧视来自小男孩湿漉漉的裤子。 来到厕所, 本来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同一小男孩投一个进去, 但男人们最后却不分紧迫程度, 不论年龄大小一股脑挤进去了。 里边是集体小便池, 这种地方也只能有集体小便池, 大便池也一样。 女人们留在门口, 据说她们的忍受能力比男人强, 但一切都有限度, 所以过了一会儿, 医生的妻子说, 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 但是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我倒是可以等。 医生的妻子只好说, 我也一样。 一阵沉默之后, 两个女人开始交谈起来。 您是怎么失明的呢? 和大家一样, 突然间就看不见了。 是在家里吗? 不是。 要不就是刚从我丈夫的诊所出去的时候? 嗯, 差不多吧。 差不多? 这是什么意思? 呃, 就是说, 刚出去不久。 那你感到疼了吗? 嗯, 疼倒是没感觉, 一睁开眼睛就瞎了。 哦, 我不是。 不是什么? 我不是闭着眼睛的时候失明的。 我丈夫上救护车的时候, 我失明了。 啊, 真是好运气。 谁好运气啊? 您的丈夫啊, 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一起啊。 啊, 这样, 我也算有运气。 啊, 是啊, 有运气。 您结婚了吗? 没有, 依我看从今往后, 再没有人结婚了。 可是这失明症太不正常了, 不符合人们所知的科学, 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 假设我们的余生都将这样度过, 你是说谁? 我说我们所有的人。 那一个盲人的世界太可怕了。 是的, 我连想都不愿意想。 斜眼男孩头一个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进去, 他的裤脚卷到了腿肚上, 袜子脱下来。 出来之后他说道, 我在这里。 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 第一次没有摸到, 第二次也没有摸到, 第三次才抓住男孩的 犹犹豫豫向前伸着的手。 不一会儿, 医生出来了, 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 他们当中一个人问, 你们在哪儿呢? 这是医生的妻子 已经拉住丈夫的一只胳膊, 戴墨镜的姑娘摸了摸, 抓住了医生的另一只胳膊。 在几秒钟的时间里, 第一个失明的人没有任何人搀扶, 后来才有一个人 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医生的妻子问道, 我们全都在这里吗? 医生回答说, 腿上受伤的那个人还没有出来, 他在大便呢。 这时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 我开始着急了。 医生的妻子就说, 那我们去找找吧。 就这样, 两个女人手拉着手, 走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哥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记》,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十三集 十来分钟以后, 医生的妻子和那个戴墨镜的女人回来了。 原来是他们找到了一个诊室, 里边有一个附属的卫生间。 偷车贼也已经从厕所里出来, 不停地嚷着天气太冷, 腿上的伤口很疼。 他们按来时的次序重新排好队, 现在比原来省事多了, 没有出什么事故就回到了宿舍。 医生的妻子巧妙地帮助他们 找到了各自的床。 还在宿舍外边的时候, 他就像在谈一件 大家都清楚的事情一样 提醒他们 找到各自床位最简便的方法 是从入口开始数床。 比如我们的床, 是右边最后两张, 就是十九号和二十号。 第一个走进家道的人是偷车贼, 他几乎光着身子, 瑟瑟发抖, 腿上还有伤, 这个理由足以使人们 让他先进去。 他从一张床前 走到另一张床前, 守在每张床下摸索着箱子, 等终于认出了自己的行李, 便大声喊道, 我在这里。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十四号, 医生的妻子问道, 在哪边? 左边。 偷车贼一边回答, 一边再一次隐约感到奇怪, 他觉得好像医生的妻子 没有问以前就知道了答案。 接着, 第一个失明者进来了, 他知道他的床在同一边, 与偷车贼的床只隔一张, 现在他已经不怕 在离偷车贼很近的床上睡觉了, 从对方的连连叫苦和叹气声中, 可以判断出他的腿伤势不轻, 简直难以动态。 走到床边, 他说道, 十六号, 左边。 说完就合一躺下了。 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低声请求说, 帮帮我们, 让我们离你们近一些, 在另一边, 你们对面, 这样我们会好过一些。 四个人一起往前走, 很快就安顿下来, 几分钟以后, 斜眼男孩说, 我饿了。 戴墨镜的姑娘小声说, 明天吧, 明天我们吃饭, 现在睡觉吧。 说完他打开箱子, 找出在药店里买的那一小瓶药水, 摘下墨镜, 把头向后一扬, 眼睛睁得大大的, 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 开始点眼药水。 并不是每滴药水都落到了眼里, 但是如此精心治疗, 相信他的结膜炎很快就会痊愈。 医生的妻子在夜里曾几次醒来, 他透过合着的眼皮, 发现这间宿舍半明不亮的昏暗灯光, 但现在似乎看到了一点变化, 是另一种光亮, 可能是似有若无的晨曦, 也可能是牛奶般的海水浸没了眼睛。 他对自己轻声说道, 我必须睁开眼睛, 数到十, 数完后就睁开。 他这样说了两次, 两次都数完了, 可还是没有睁开。 旁边的床上, 传来丈夫深沉的呼吸声, 还有不知谁在打憨。 他心里问, 那个人的腿现在怎么样了? 但他明白, 此时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同情和怜悯, 而是想掩饰另一种担心, 想不必睁开眼睛。 过了一会儿, 眼睛睁开了, 就这么简单地睁开了, 他本人并没有下决心, 窗户从墙半腰开始, 到屋顶一闸的地方结束, 天要亮了, 泛蓝的模糊的光线, 通过窗户钻进屋里。 我没有失明, 但说完这句话他吃了一惊, 从床上半直起身子。 对面床上戴墨镜的姑娘, 可以听到他讲话。 但那姑娘还在睡觉, 他旁边靠墙的那张床上, 小男孩也在睡觉。 医生的妻子想, 这姑娘像我一样, 把最安全的地方, 让给了她。 我们可能是最不堪一击的屏障, 只不过是路上的一块石头, 甚至都不指望能让敌人搬一跤。 敌人? 什么敌人? 这里任何人都不会攻击我们的, 即便我们在外边杀人越货, 也不会有人来抓我们。 就像那个偷车贼, 从来不像在这里这般安全和自由。 我们离开世界太远了, 过不了多久, 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连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说不出来了。 对我们来说, 这名字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呢? 没有哪一条狗是通过人们给它起的名字认出和认识另一条狗的。 它们是通过气味确定自己和其他狗的身份。 在这里我们是另一种狗。 通过叫声和说话声相互认识。 而其他方面, 长相、眼睛、 头发和皮肤的颜色, 通通没有用, 仿佛不存在。 现在我还看得见。 可是能到什么时候呢? 光线有了点变化, 不会是夜晚又回来, 可能是天空被云彩遮住了, 推迟了白天的到来。 偷车贼的床上传来一声声音, 医生的妻子想, 莫非是伤口发炎? 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为它治疗啊, 什么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一起小小的事故都可能酿成悲剧, 这可能正是他们所希望的。 让我们在这里一个接一个的完蛋。 虫子死了以后, 毒素也会消失。 医生的妻子从床上下来, 扶到丈夫身边, 想叫醒她, 但又没有勇气把丈夫拖出梦境, 让她知道自己仍然失明。 妻子赤着脚, 颠着脚走到偷车贼的床前。 偷车贼正睁着眼睛盯着什么地方, 医生的妻子小声说, 你觉得怎么样? 偷车贼把头转向传来声音的一遍, 不好, 我腿疼得厉害。 医生的妻子刚想说让我来看看, 但她及时闭上了嘴。 这太貌实了。 倒是偷车贼没有想到, 这里除了盲人以外没有别的人, 像几个小时以前在外边一样, 仿佛有一位医生在对她说让我看一看, 她不加思索地便把毯子撩了起来。 即使在昏暗中, 眼睛稍稍能看点东西的人也能发现, 毯子都被血浸湿了, 伤口像一个黑洞, 四周已经肿起来, 绷带也都松开了。 医生的妻子小心地把毯子放下, 然后又摸了摸那个人的前额, 动作又轻又快。 她发现偷车贼干巴巴的皮肤热得烫手, 光线又变了, 是云彩飘走了。 医生的妻子回到自己的床上, 但她没有躺下, 她望着正在嘟嘟囔囔说梦话的丈夫, 望着灰色毯子下面的一个模糊的人影, 望着肮脏的墙壁, 望着等人来住的空床。 她心情平静, 希望自己也同样失明, 穿过这些东西可见的表象, 深入其中, 深入闪着白色的永远失明的世界。 突然, 从宿舍外面, 可能是从这座精神病院两排房子中间的天井中, 传来了激烈的吵嚷声, 滚出去,滚出去, 离开这里,滚, 不能留在这里, 必须服从命令。 嘈杂声时高时低, 一扇门光当一声关上了, 现在只能听到悲伤的抽泣, 和有人因半岛发出的不难辨别的响声。 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 他们把头转向入口那边, 不用看就知道, 是失明者们要进来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失明症漫迹 演播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十四集 新的失明者们要进来了 医生的妻子站起来 若按自己的意愿形式 他会去帮助那些新来的人 对他们说句安慰的话 并把他们领到床边 告诉他们 请记住 这是左侧七号 这是右侧四号 不要弄错 对 我们这里一共六个人 昨天来的 对 我们是第一批 名字嘛 名字有什么要紧呢 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偷了东西的 另外一个是被偷的 有个戴墨镜的神秘的姑娘 不时还往眼里 滴一些治疗结膜炎的眼药水 我都失明了 怎么知道她戴着墨镜呢 你瞧 我丈夫是眼科医生 那姑娘到她的诊所去看过病 对 我丈夫也在这里 谁都逃不过 对了 还有一个斜眼的小男孩 但实际上 医生的妻子没有动态 只是对丈夫说 他们来了 医生下了床 妻子帮她穿上裤子 没有关系 谁也看不见 这时候失明者们开始进屋了 医生提高了嗓门 大家不要着急 不要慌张 我们这里一共有六个人 你们一共多少人 不要着急 大家都会有地方 他们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 可以肯定的是 从左侧的宿舍被推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互相摸到过 有的还碰撞过 但还是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 他们都没有带行李 他们在那边的宿舍醒来 发现自己失明病因此而叹息的时候 屋里的其他人连想都没想 就立即把他们赶了出来 甚至没有给他们时间 与一起前来的亲友告别 医生的妻子说道 你们最好抱抱树 每个人说说自己是谁 新来的失明者们站在那里 犹豫不决 不过总得有人开头 这是两个男人同时说话了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两个人又同时停下来 结果第三个男人先开始了 第一个 他停了一下 似乎要爆出名字 可嘴里说出的却是 我是警察 医生的妻子想 他没有说叫什么名字 也知道名字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个男人开始自我介绍 他也照着第一个的样子说 第二个 我是出租车司机 第三个男人说道 第三个 我是药店伙计 接着是个女人 第四个 我是酒店用人 最后一个也是女人 第五个 我是办公室雇员 第一个失明者忽然喊起来 他是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 你在哪呢 告诉我你在哪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他一边哭着回答 一边颤颤巍巍的沿着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往前走 眼睛瞪得很大 两只手在空中与流进眼里的牛奶色的大海搏斗着 男人倒是比较有把握 男人倒是比较有把握朝着妻子的方向走过去 你在哪儿 在哪儿 现在声音很低 像是在祈祷 一只手碰到了另一只手 两个人立刻拥抱在一起 成了一个人 亲吻寻找亲吻 有时候吻空了 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脸 眼睛 或者嘴在哪里 医生的妻子搂着丈夫哭泣 在这里每个人真正的家 就是睡觉的那块地方 因此人们不应当感到奇怪 新来的人关心的第一件事 像他们在另一个宿舍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一样 就是挑选床位 毫无疑问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 最适合的地方是在丈夫旁边 第十七号床 有第十八号床 把他和戴墨镜的姑娘隔开 同样 大家都设法尽量在一起 这也不会令人吃惊 因为这里的人相互之间有许多关系 其中一些人已经知道 另外一些正要挑明 比如药店伙计 就是卖给戴墨镜的姑娘 掩药水的那个人 自称是警察的人 是在街上遇到了失明的偷车贼 当时偷车贼正像一个迷路的孩子一样啼哭 至于酒店女佣 当戴墨镜的姑娘在房间里大喊大叫的时候 就是她投一个进入房间的 但是可以肯定 所有这些关系 并非都会大白于天下 要么是因为还没有机会 要么是由于人们想象不到他们的存在 也许问题更简单 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敏感度和触觉 酒店女佣做梦也不会想到 她看见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就在这里 关于药店伙计 人们知道 她接待过别的戴着墨镜去买眼药水的顾客 任何人都不肯莽撞地向这位警察检举在这里的偷车贼 司机会发誓赌咒说 最近几天她从来没有载过一个失明的人 当然 第一个失明的人已经小声地告诉妻子 宿舍里有一个人是偷了他们汽车的混蛋 你想想 事情就这么巧 但她已经知道那个可怜虫腿上的伤势很重 所以便宽宏大量地说 对她的惩罚足够了 而她的妻子呢 因为失明而十分伤心 又因为找到了丈夫而大喜过望 一时间悲喜交加 看来这两者不像油和水一样不相容 现在她竟然想不起前几天说过的话 她说过 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 我情愿少活一年 这是她的原话 如果说心中还残留一点火气搅乱她的心境 那么再听见受伤的人痛苦的呻吟 说医生先生请帮帮我吧 她那点火气也就完全消散了 医生让妻子拉着手 小心地摸了摸伤口的边缘 没有任何办法 就是冲洗也无济于事 伤口发炎既可能是因为被斜后根刺得太深 而斜根曾与街上和此处的地面接触 也可能是由于这里的浮水 从年久失修的水管里流出的几乎是死水 浑浊不堪 听到呻吟声 戴墨镜的姑娘已经站起身 她数着一张张床走过来 向前探着身子 伸出手摸到了医生的妻子的脸 后来又不知怎么摸到了受伤者那烫人的手 她沉痛地说道 请原谅 全怪我 我本不该那样做 啊 算了吧 那个人回答 生活中 总会有这种事情 我也做了不该做的 就在这时 扩音器里又传来那严厉的声音 这声音盖过了偷车贼说的最后几个字 注意 注意 现在通知 饭以及卫生清洁用品已经放在门口 盲人们先出去拿 感染者等待通知 注意 注意 饭已放在门口 盲人先拿 受伤的偷车贼发烧烧糊涂了 没有听清所有的话 以为囚禁已经结束 现在命令他们出去 于是他的身子动了动想站起来 但医生的妻子制止了他 您要到哪里去啊 你们没有听见吗 说让我们盲人出去 不错 是让我们出去 但是是去拿饭 受伤的人泄气地啊了一声 觉得腿上的伤口又钻心地疼起来 医生说道 医生说道 你们留在这里 我去 他的妻子说 我也去 他们正要走出宿舍 刚刚从另一排房子里来的一个男人问 这个人是谁啊 第一个失明者回答说 是为医生 治眼镜的医生 出租司机说道 这真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趣的事 凑巧让我们碰上了 唯一一个一点用都没有的医生 听他这么说 戴墨镜的姑娘讽刺地回敬了一句 凑巧 也让我们碰上了一个 把我们拉不到任何地方去的司机 成犯的盒子放在天井里 医生请妻子把他带到门口去 妻子问道 干什么 我要告诉他们 这里有个人的伤口发炎了 情况严重 而这里没有药 你不记得那个通知吗 记得 不过也许面对这种具体情况会不一样 我不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一样 可是我们有义务试一试 在大楼外面的平台上 白天的光亮照得医生的妻子头昏脑胀 倒不是因为光线太强 天上乌云滚滚 也许要下雨了 医生的妻子想 原来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不习惯光亮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慢记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十五集 在大楼外面的平台上 白天的光亮照得医生的妻子头昏脑胀 倒不是因为光线太强 天上乌云滚滚 也许要下雨了 医生的妻子想 原来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不习惯光亮了 就在此刻 大门旁边一个士兵 对他们大声喊道 站住 向后转 往回走 我得到命令 可以开枪 说着 他马上用枪瞄准了医生和妻子 同时立刻向他的上级汇报 忠师先生 这里有两个家伙想走出来 医生赶紧否认 不 我们不是想出去 我劝你们真的不要这么想 忠师边说边走过来 出现在大门的铁栅栏后面 出了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一个人腿上受了伤 有明显的发炎症状 我们急需抗生素和其他药品 我得到的命令非常清楚 出 任何人都不准出 进 只让食物进 可如果炎症恶化 可以肯定一定会恶化 他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 这与我无关 那么 请您通知您的上司好吗 听着瞎子 现在是我通知你 你和那个女人 要么现在立即回到原来的地方 要埋枪子 医生的妻子轻声说道 我们回去吧 没有任何办法 他们也没有过错 害怕得要死 还要服从命令 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违反人道主义原则 你还是相信为好 因为事实在明显不过了 你们怎么还在那里啊 现在我数三下 如果数到三 你们还没有从我的眼前消失 可以肯定的是 你们想回也回不去了 一 二 三 这就对了 我是出于好意 中士说到这儿 又对他的士兵们说道 就是对我的亲兄弟也一样 但是中士没有说清楚指的是谁 是指来药药品的人呢 还是指腿上伤口发炎的人 宿舍里受伤的人想知道 他们是不是去药药品了 医生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估计是 先生 您是医生 非常遗憾 您是说 他们不会送药来对吗 对 就是这样 食物正好是五个人的量 有瓶装牛奶和饼干 但计算分数的人忘记了杯子和盘子 也没有刀叉和勺子 可能午饭才带餐具吧 医生的妻子把牛奶送给受伤的人 但他呕吐了 司机表示不满 说不喜欢喝牛奶 问是不是有咖啡 几个人吃完以后 就上床睡觉去了 第一个失明者准备带妻子 去各个地方走一走 认认路 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人出去 药店伙计 请医生先生和他谈一谈 希望医生先生说出 对这种疾病的成熟的看法 我不认为 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疾病 医生一开始便准确地 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然后非常简单讹药地 谈了谈他失明之前所做的研究 隔着几张床 司机也聚精会神地听着 等医生介绍完毕 他说道 我敢打赌 那是因为从眼睛到脑子的通道堵塞了 药店伙计气愤地嘟囔着 真愚蠢 医生忍不住微微一笑 谁知道呢 实际上眼睛只不过是个透镜 或者说是摄像镜头 真正看到东西的是大脑 和放映电影的是一个道理 如果真像那位先生说的通道堵塞了 司机接过话来说道 对就跟气化器一模一样 如果汽油到不了那儿 发动机就不能工作 车就不能开走 医生笑了一下 对药店伙计接着说 您瞧 再简单不过了 酒店的女佣问道 那医生先生 您认为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呢 至少要到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吧 这会是多长时间呢 坦率地说 我认为没有人知道 是暂时的呢 还是永远的呢 要是知道就好了 女佣叹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又说 我还想知道 那个姑娘后来怎么样了 药店的伙计问 什么姑娘 酒店里那个 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她像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那样 一丝不挂 站在房间中间 只戴着一副墨镜 大声地喊着说她瞎了 一定是她把这瞎病传染给我的 医生的妻子抬头一看 只见原来戴墨镜的姑娘 慢慢把眼镜摘了下来 尽量不让别人发现她这个动作 然后一边把眼镜塞到枕头下面 一边问斜眼的小男孩 是不是想再吃块饼干 自从来到这里之后 医生的妻子头一次感到 她像是在显微镜后面观察几个生物的行为 而这些生物根本没有料想过她的存在 她突然觉得这种做法卑鄙无耻 既然别人不能看见我 我也没有权利看见他们呢 医生的妻子是这么想的 只见那姑娘用颤抖的手 往眼里滴了几滴眼药水 这样她就可以说 她眼里流出来的 不是泪水了 几个小时以后 扩音器又通知可以去取午饭 第一个失明者和司机 自告奋勇去执行这一使命 确实干这种事眼睛并非必不可少 有触觉就够了 饭盒连接天井和走廊的门很远 要拿到食物不得不在地上爬着前行 伸出一只胳膊 另一只胳膊则成了第三条腿 回宿舍时没有遇到困难 多亏了医生的妻子想出的主意 她费心示范证明其行之有效 把一条毯子撕成条 系成绳子状 一头绑在宿舍门外边的把手上 另一头拴在出去取食物的人的脚踝上 两个人去了 带回了盘子刀叉和勺子 但食物依然是供五个人吃的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指挥警卫小分队的忠士 不知道这里多了五个人 因为身处大门外 即便是警惕地注视着大楼里边的动静 也只能偶然看到阴暗的天井里 有人从一侧转到了另一侧 司机主动提出去索要缺少的食物 他独自去了 不想让别人陪伴 他朝士兵们喊 我们不止五个人 是十一个 那个忠实回答说 你们放心吧 以后还会多得多 司机大概觉得忠士说话的口气粗鲁 我们留意一下 他回到宿舍以后说的话就会明白 回来之后他说 那个人好像在嘲笑我 众人把食物分了 五个人的饭分成了十份 因为受伤的人还是不吃 只是要水喝 请给我点水 润一润嘴唇 他的皮肤烫得着手 由于不能让毯子长时间接触和压迫伤口 他不时地掀开毯子 露出伤腿 但宿舍里的寒冷的空气 又迫使他立刻把腿盖上 一连几个小时 这样周而复始 他还时不时地呻吟一阵 像是积蓄力量之后定时启动 仿佛一直在顽强地折磨他的疼痛突然增强 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 半下午时 又进来三个从对面房子里被赶出来的盲人 其中一个是诊所的女接待员 医生的妻子马上就认出来了 另外两个真是命中注定 是在酒店跟戴墨镜的姑娘上床的男人 和把那姑娘送回家的粗鲁的警察 刚刚找到各自的床位坐下